现在还不打算考虑打高端一点 因为我觉得高端好像有点在改压力 上架的那种感觉 在保护力未知的情况之下 我也不想要冒着这个风险去当白老鼠 江西高端马上摇头 国产疫苗预约情形不如预期 除了中心加码放宽接种资格 但年轻人却一面倒 目前不考虑打高端 中午以前我们发的预约 大概来已经预约了 大概是已经41万多 所以这疫苗事实上还有剩余量 8月13号12点以前 医院登记35岁到20岁的民众 那都可以来再来预约 加开高端疫苗 约接种20岁到35岁民众 8月18日下午4点到8月20日 中午12点都能上网预约 开达日期落在8月23日到8月29日之间 而开学在即青少年有没有疫苗可打 那也是重要问题 美国研究指出12岁到17岁青少年 接种莫德纳疫苗安全性可接受 那么国内有望跟进吗 本来我们是规划是BNT 那现在多了一个选择 那不过事实上在莫德纳 供应的量上面 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低级 这样的一个必要性 那会保留那一定的量 所以还是会有BNT为主了 陈世忠也进一步透露 已经向石药署申请青少年 接种莫德纳疫苗的申请 预计最快下午公文就会来 交互运用让疫苗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另外国内18日新增6例本土病例 5例今晚移入没有死亡个案 整体疫情持续趋缓 欢迎收看叶秉杰黄佩涵 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